這邊本來想要加一些芡草紅,不過看起來好像太重 那水有點太多,所以我們先不要管它 等它再乾一點,再回頭來處理 那先繼續畫下面的部分 腹部的這邊,你就要小心流出它的上面這邊有一些白色的邊緣 所以要先稍微預留一下 然後這邊也可以稍微讓它快速的比觸 這樣子畫之後就會流下來像是一撮羽毛的質感的感覺 那我這邊是在稍微加重一點顏色 因為這邊是腹部比較陰暗的那一面 這邊就是用快速刷洗的方式流出很多的空白 然後稍微照著你的參考圖片的毛的走向來流它 那你會發現說那些 流白的羽毛其實還是有顏色的,那為什麼沒有先畫 你要先畫也可以,就是先塗一層均勻的底色 然後之後再做這個步驟 就是等它全乾了再用深色蓋上去 然後把淺色流出來也是可以 那我這個方式是先流出流白之後再刷一層比較淡的顏色上去 那有一些目的,就是像上個禮拜說的 我想要讓它的流白的邊緣不要那麼銳利 像這邊你看,就有點太銳利了 那要數於這部分的話呢,就是 你之後再上比較淺的顏色上去之後 它的這個銳利的邊緣就會稍微暈開來 那看起來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那用黃色的時候要小心了 因為黃色真的有點太顯眼了 很少會有這麼鮮艷的黃色 可以觀察得到啦 在動物身上 所以 盡量是多稍微混一點別的顏色 看起來會好一點 還有鳥啊 就是大家拍照的時候都喜歡把鳥一根一根毛都拍得很清楚 那那些就是跟像我們畫布雷舌一樣 就是要稍微把它放掉 要保留一些重點 把那些太多的細節把它放掉 不然就會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有點負擔太大 那這個一樣是用紅摺 然後再加一點 紅色進來 負面這邊它是比較陰暗的地方 就是圓的陰影的感覺來畫它 所以這邊呢 稍微用比較重一點的咖啡色調 來加它 陰影的地方 多幾筆 那它就會 整個色調就會壓暗 那這邊上面也是就是會是翅膀的影子 那我們這邊也是一樣稍微用輕快的流出一些 暗示翅膀走向跟長短的 呃羽毛走向跟長短的流白出來 那它的肚子 屁股那邊的毛 顏色就開始變淡了 所以這個變化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要稍微流出 比較淡色的部分 好 繼續畫 其他部分的第三層 那這個紅色的第三層呢 我用了 芊草紅 然後再加一點 反代克中 唉唷 好像有點太中了 紅色再多一點 多一點紅摺好了 然後再一點點菇蘭 加菇蘭是想要降低它的彩度 大家不要那麼 那麼鮮豔 好 現在是要再修飾一下它的邊緣 不要它的邊緣那麼 銳利 太銳利就會覺得很奇怪 好 繼續畫其他部分 這裡 大膽的給它下去 因為這邊就是比較深的部位 所以稍微大膽一點沒關係 這邊好像有點太多了 稍微水洗一下 好 繼續加 這邊就讓它更偏 多一點咖啡色 因為它是整個身體最重 顏色最重的地方 應該說整個腹部 整個腹部顏色最重的地方 它這也是喔 這邊是那個 翅膀的影子 所以可以讓它 顏色重一點沒關係 不小心 不過不要黑色喔 先不要黑色 不然會 顏色就會太死了 真的盡量不要用黑色 那現在屁股的部分 我想要給它一點 藍色調 淡淡的就好 很淡 在比較陰暗的地方 來給它一個 屁股毛的陰影 跟邊緣 可能會發現說 只是很淡的藍色 加上去就很有效果 它就馬上變得 整個色階 好像就暗了一階 好,所以我們在 像之前也提過 就是我們再加 一個顏色 想要它壓得更重更深 更暗淡的時候 發現怎麼壓要不下去 你就是可以考慮 加別的顏色進來 那效果就會蠻顯著的 太濃了 這邊其實有點不太妙 為什麼 因為這邊 已經是很重的顏色 然後 而且還沒有完全乾 我就把它加了水下去 不過還好沒有出現水痕 其實有一點點 看不太出來 好,開始整支鈕都出來了 我看不太不太 我看不太太 沒有人 我看不太太 我看不太過 好,開始走 我們會不會